这事我还得从头说起 上个月十七号 我们辖区一个租住的女大学生自杀 幸好送医及时被救回来了 但是人还在昏迷当中 那个女孩叫袁畅 二十岁 大三学生 父母都在外地工作 她自己在学校附近合租 自杀前她曾多次向父母要过钱 父母觉得她十万花钱就没有给 出事以后她的父母赶来 得知她已经向身边的同学 借了数十万元 便赶紧告诉我们 我们查了袁畅的个人账户 进出流水情况 判断应该与电信诈骗有关 就请了反电信诈骗的同事 进行协助调查 经过仔细排查 我们发现袁畅的账户上 先后分了七笔 往不同的账户上 汇出了共人民币三十九万元 三十九万 不是 她是怎么想的呀 能给别人转这么多钱吗 经过借钱给她的同学的描述 我们判断她应该已经 被犯罪分子心理控制 她同学说她自己 后来也怀疑自己受骗了 但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她欠了太多的钱 只能给自己洗脑 相信那是真的 那是用什么手段 才能让她这么失去理智呢 信息泄露 犯罪分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 获取了当事人的个人信息 家庭住址 所在学校 父母的姓名等等 最重要的是 犯罪分子通过套话 得知了当事人 想要申请海外留学这一切入点 谎称自己调阅了 她的人事档案 并且发现 她的学籍卡里 有一个不利评价 骗术本身并不高明 只是对证下套 博取了当事人的信任 所以就是说 他们明明知道 这是一个大学生 还让他贵这么多钱 在我们顺藤摸瓜的时候 还捣毁了一个卖淫窝点 这就是诈骗犯罪的末端之一 骗钱的打头战 等当事人上钩无力支付时 他们在其中 选取年轻的女性 换个名号针对当事人 用骗来的钱 对他们进行非法接待 等他们入不复出时 就组织卖艺 他们是 这简直就是逼梁为昌 那样的诈骗团伙 一个都不能放过 所以说 现在防电信诈骗 和信息泄露的问题 越来越被重视起来 正是他们杀人于无形 像原唱这样的女孩 不知道还有多少 这个案子一定要够 还要破得彻底 斩草除根 我想知道 那你们是怎么盯上 周子萱的呢 这个周子萱 是我们通过排查银行的 分流账户时找到的 但她并不是什么关键人物 所以我们只是监控 并没有打草惊蛇 不过 经过昨天的事情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和她的上线闹了些矛盾 现在交管大队 已经在帮我们调查 那辆摩托车的情况了 但那车没有拍照 所以可能要花些功夫 我想问一下 你们盯上这周子萱盯了多久 大概一个多礼拜吧 你都来了这么久了 不 我是盯着这个周子萱过来的 他昨天才到 他住在庆城 对啊 那你们确定周子萱 是她的真实身份吗 这个 我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 但也有刘西成吧 他手上的确有很多走账用的 假身份和假账户 但钱洗过一轮之后 都会会到以周子萱为名的 交付下 一般这种情况 不是本人 也是至亲 原来是这样 不过我们看中的并不是她 而是她身后的上线 根据之前的情况判断 她这次来 应该就是找上线的 本来我们也跟得挺好的 没想到昨天 出了那么一个叉子 那现在你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就需要你们的合作了 现在这个周子萱 正在医院里 我不知道你们找她 是为了什么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 我们希望她卸下 对警方的防备 继续活动 这样 我们好收集更多的情报 是这样的 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些事啊 就是 我们也没想到 信息量特别大 所以我们俩其实也 这边有点消化一下 当然 事发突然 两个案子撞到一起了 大家都得好好合计合计 何止是两个案子 这是三个案子 这个周子萱 那么重要 说来话长 先吃饭吧 饭都凉了 回头再说 所以说 你们本来在调查这个汤一新 后来却发现一个叫周子萱的人 本以为两个人是一个人 现在却冒出这个真的周子萱 你还只有六七成的把握 这个周子萱的真伪 你还只有六七成的把握 你们去过他的原籍 也不能核实他的身份吗 主要是这个证件拍得太早了 又是老一代的身份证 没有指纹 长得很像汤一新 但你要说长大了以后 会变成你盯着的这个周子萱吗 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还不简单 你们可以取他的DNA 和你们找到的 亲戚做个亲缘鉴定吧 你想的这些我们都想到了 我们找到了周子萱的父亲的堂弟 并且根据他所说 周子萱是不是他的堂哥亲生女儿 都很模糊 要做亲缘鉴定 其实没什么问题 就是比较困难 然后 耗时间也会比较长 根据Q队提供的线索 他们盯着的这个周子萱 如果在新华公寓给汤一新租房子住 这个太离谱了 是的 如果真有汤一新这么一个 嫁入豪门的好朋友 他大可以发挥他诈骗洗脑的手段 在汤一新身上做文章啊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还有一个周子萱了 不是还有一个周子萱 是只有一个周子萱 但是这一个身份 却串联起了三个女人 无论如何啊 这个人在医院 DNA检测的样本都有 鉴于现在的形式 我们过度盘问必大于力 既然这个周子萱不愿意 因为被打而立案让警察介入 我们不妨顺水推舟 转而从汤一新身上入手 这样 你们调查你们的 我们查我们的 互相配合 互相突破 只了这么久 又能和你们一起合作 我挺开心的 咱们也是有缘 既然咱们讨论一致了 那我明天跟张队汇报一下 咱们就 兵分两路